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年很快 苦年快要过了 现在我们要讲套年的楼价 去年大家记得 我讲过 也有很多报纸和电视 提醒大家我们的苦年预测 我们在这么多人里面 这么多香港的所谓楼价预测里面 应该是我们自早的了 由去年的年底开始 就叫人小心楼价 为什么要小心楼价要下滑呢 这方面呢 有很多人不是意义的 甚至现在有很多人才说 楼价当然下跌了 到现在才说 你想想 去年和今年是两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借了钱做按揭的 如果借了钱做按揭的话 楼价如果是摸顶的话 你很快就会负资产 所以我们做按揭的代理 一定要为客户着想 必先要第一时间 早着先边 让别人走 让别人上车的时候 不要那么容易摸顶 去年很明显是摸顶价 摸顶价 到现在已经跌了十多个百分比 有些跌了二十个百分比 如果去年去做按揭 借八成借九成 大部分都负资产了 如果是这样说法 那你是不是很冤枉 所以为什么要控制按揭风险呢 一定要看楼价 所以你们说辛苦一点也好 不要紧 是不是 学习最重要 要学什么呢 第一件事 要学懂看 谁可以给一个 合理而准确的楼市预测 才是做按揭的楼案 最重要的第一关 控制风险 所以为什么我们语重心详 去年都说 我们宁愿不做生意 你看一看 我们经常有一个 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第一时间出来 我们接受访问 就已经说了一个按揭的宣言 这样公司的生意起飞受损 对 一定是少了生意的 但由于公司的发起人 出钱出来 为的就是九个字 先教育 后投资 做关爱 即使有盈利 都会以基金形式 大搞公益的慈善活动 所以 轻谋利 也是集团的一个基石 这个宣言是什么呢 就是先了解 后投资 中关爱 我甚至说了 中关爱 就是轻盈利 所以换句话说 由去年到今年 我们都不鼓励别人 做按揭上车 所以说是否不做生意 是 好像倒米 是 但问题就是 那帮不帮到大家 现在有目共睹 至于 是否整天都上不了车 那又不是 其实我自己以前 都是要借钱来买楼 是吧 都是要100%借九成 是吧 换句话说 上车的时机 是很重要的 千万不要摸顶格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 究竟要怎么做呢 套年已经很关键了 至于 这个套年 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现在 我们去年 就讲得很清晰的 如果你回到去年的 苦年预测里面来说 其实已经不单止是苦年了 一会儿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看 就去年已经出了 很大声告诉大家 是150点 什么叫150点呢 一定会正视这个问题 我觉得苦年会开始的 很大机会 政策会变的 需要下跌8-3点 是用2-3年 下跌8-5 就是因为去年最高峰的时候 坊间最常用的楼价指数 是191最高的 那我就说 每个人都在当时 绝大部分的人 都说会升的 是不是 我说不是 不会升 我们向下看 看150点 那就用两年时间 那两年时间是什么 两年时间 就下跌8-5 就是两成左右 现在 你看一看 我不信的话 大家看看 去年的年尾 我们看一看的时候 50专家楼市把脈 醉牛汉升15% 那时191没多久 升15%是多少呢 就是200多 是不是 那50个专家 已经排出来 是不是 所以换句话说 不是说他们不行 是告诉别人 他们个个分析 有自己的目标 有个目的 就跟按揭代理有点不同 但当然 按揭代理也不是一定 对 他都要预测得准 才行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我们看到 去年 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苦年 是跌大约10%左右 套年 就看150点 那其实 告诉你 现在有很多人说 跟看跌 说跌多少 喂 在今年的年终打后 才说转转 那你去年买了 你今年不到今年沽 那是沽不及的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很清晰的 预测的东西 不是放飞标的 不是订色仔的 是有很多根据的 换句话说 这些根据在哪里呢 你看到我们的 绝马按揭教育室 过去一年 我们已经有很多 已经提醒了 甚至乎 我们甚至乎 出到 有一个这样的广告 先天下之忧而忧 水能在周 亦能复周 亦都是今年的第一季 画公仔画出场 便宜美元 和便宜息不再 最重要是这件事 是不是 那当然 初时不是很多人 听得明白的 但是也有些英文报纸 也有些英文报纸 都听得明白 都登过我这个 我自己讲这件事 那当然 我觉得有很多人 都听得明白的 也应该希望大家都帮到的 甚至乎 我说 后来有个好彩 有份租文报纸 听得明白 第一季的时候 就说 今年按释 要增至三厘半 现在转眼 大家都看到三厘左右 那究竟 是不是三厘半 那就看着 还有几个月 是不是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呢 看息口 和汇率 看得不错 这方面 因为我始终 我做按揭代理 业交付 我真的不是本业做按揭代理 基本上 我在金融界 对不对 我有自己的地产事业 那换句话说 我懂不懂这些普通的东西 当然懂 那懂得 那懂就应该是大家 可以这个行业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这件事 我们不断贊助了很多关爱的节目 大家都知道 我希望大家 现在呢 在兔年的时候 跟着一件事 就是看着150点 那这个呢 就去年已经说了 现在很多人才说 跌2成 跌3成 跌4成 基本上 我觉得他们 又担心个龙 是不是 那跌到150点 总共都是2成 是不是 那如果是2成 那这个是大围的指数 其实有很多个别的楼价 个别的楼价 如果是2成 已经跌了3成 是不是 那 那其实大致上呢 就是等于去回 五六年前 即是2017年头 2017年头 那个价位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稍后再慢慢教大家 如何去选择入市的机会 那换句话说 今年的主调 即是说 大家都知道是跌的了 可以基本上 看着可以 等着可以 但到套年的话 你就眉睁眼睛 要看清楚了 因为你们 没买楼的人 难得有机会 打到个七折 打到个八折 即是比起去年的高风期 在这些高位里面 自住 我就觉得有险可守了 所以这个机会 就叫做 趁低吸纳 但如何吸纳 吸纳什么呢 大家都要小心点 为什么呢 因为如何去到150点 在哪个月份 和如何下跌呢 有时会反弹 有时会如何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和你 都不会有水晶球 是不是 只要看着大围的趋向 所以 我就想到一件事 就由今个星期开始 我就教大家做一件事 大家一起共同进退 就是看新闻 即是看新闻的信息 因为事实上 我也是看新闻的信息 所以才能做到这个预测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了 过去三十多年 四十年 我由记者制出身 到现在 可以去到和基金经理 全球露燕 其实都是靠看报纸 但如何看报纸呢 尤其是地产信息 就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 我希望 我已经用了我自己的功力 已经一而再再而三 过去二十五年 基本上每次都中了 全部都在网络上 在新闻上 全部都有印证 还拿过大奖 所以换句话说 我希望 我将这套功夫 透过这套年 可以带大家一起去看 我们有个口号 叫做日日看 我那个有一个栏目 叫做 教父教你看新闻 每个星期一次 我亦都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的极码网站 现在除了每天更新的一个图 还有每个星期 我都会聘请一些 非常香港很资深的地产编辑 跟我差不多 这么大年纪 帮大家选择一些新闻 给大家看看 免费的全部都 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机会 希望大家套年可以安心置业 几码免费帮到手 免费? 银行按揭专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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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